大家好,我是阿斯卡 欢迎收看不负责任风动漫 今天的怀旧系列要来填之前在旧频道挖的坑 铠甲三部曲之天空战技 不同于之前我们怀旧系列的影片 都是比较偏向五六年级的走向 这部天空战技则是比较广受六七年极深的欢迎 它是在1989年由龙之子公司制作 与东映的圣斗士星矢 日升的铠钻传被动漫迷们合称为铠甲三部曲 由于当年圣斗士星矢的走红 导致以欧美神话当题材的动漫市场被开启 相较之下 印度神话风的天空战技立即脱颖而出 在一流的设定 一流的编剧 一流的歌曲 加上一流的声优加持下 天空战技可谓出道及巅峰 在开播的时候 不管是日本还是华人地区都造成了轰动 还被戏称为印度版的圣斗士 不过当中的设定也不难看出许多圣斗士的影子 包括像是女神 圣衣 小宇宙等 既然是以印度神话当背景 那构成整部作品核心的一定是印度教的三项神 象征创造的梵天 象征创造的梵天 象征调和的匹师奴 以及象征破坏的师婆 整部故事的架构也很简单 其实就是匹师奴率领的提婆神军 要阻止师婆的阿修罗神军毁灭世界 匹师奴麾下都是佛教中的各路金刚护法神将 每个神将都有着不同动物造型的神甲咒 Shakti 主角团则是神将中位于顶点的八部众 天空战技的年代也正逢迷你四驱车火红的时代 当时主要的赞助商邪恶万代告诉天空战技的制作组 在以印度神话为基础的战斗服上 要加入迷你四驱车的元素 花的伐 这到底是什么概念啊 负责编剧的赤库物大师当时也是极力的反对 不过大家也明白一个道理 出钱的永远都是老大 就这样 不同于圣斗士圣衣分解只能观赏用 天空战技的神甲咒没穿戴在身上的时候 可以变成像交通工具一样的神甲机 不得不佩服这设定还真是一点违和感都没有啊 然而这样一个当红的IP 后面却是开高走低 在救回石化的皮尸弩迎来第一部高潮的结尾后 原本大家还期待八部众回归 会与十二罗地来场精彩的大战 没想到因为经费不足 第二部三十集的内容被缩减为十三集 于是众多埋下的伏笔石城大海 吉祥天真实的身份跟樱陀罗叛变的原因不得而知 连十二罗地也只出现六个 加上委外制作的水准奇差无比 人物造型严重的崩坏 还有掉帧数的动画章 至此一代神作跌落神坛 这个IP变成洪水猛兽没人敢碰 导致后续衍生的作品还没有铠钻来得多 甚至连主角八部众的模型都凑不起啊 还有谣传说是因为被宗教团体抗议 不过后来官方驳斥了这个说法 虽然天空战绩的结果令人无限唏嘘 但不得不说他在大叔们的心中依然是部不朽的神作 现在就带大家来回归一下精彩的剧情 早期由于没有网络资讯无法统一 天空战绩的人民翻译简直乱到一个极点 光是主角的名字修拉托 看到的翻译就有修罗特 修拉多 修罗人等 港版还直接翻译成一瓶 也就是当时龙之子社长九里一瓶的名字 为了避免混乱 人民我们就以官方公布的汉字称呼 故事一开始 主角日高邱雅仁 正在东京的舞蹈馆跟他的好基友黑木凯 进行一场舞斗大赛 就跟那个年代王道动漫的设定一样 邱雅仁一定都是热血美女人员的行动派 他的对手凯则是每天被一群妹子包围的酷格 由于两人是同门的师兄弟 打起来平分秋色 正当他们要分出胜负的时候 突然一道圣光从天而降 本以为是观世音菩萨浅灵 要将两人带往西方极乐世界 后来才知 她是本作中的血汉女神皮尸奴 要将身为八步众的两人 召回天空界效命 邱雅仁醒来后 发现一个妹子 正对她进行口对口人工的唾译传授 你骂了这犯规了吧 不是说王道动漫主角都是没女人员的吗 当年大叔我可是连女生的手都没牵过 妹子介绍了自己名叫吉祥天 而这里是天空界 光听名字就知道妹子的身份肯定不单纯 因为在印度教里 吉祥天女可是皮尸奴的老婆啊 聊到一半时 突然被一个穿着铠甲的家伙袭击 邱雅仁一看 这不是铠吗 平常交情好到连内裤都可以交换穿的铠 竟然变成夜叉王 还拿着剑要砍他 这时邱雅仁身上的神甲咒也起了反应 接着念了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真言 随即狮子形态的白色神甲咒上升 邱雅仁第一次变身就上手 成了修罗王 诶靠呀我的武器怎么这么烂啊 诶砍到手指怎么办啊 由于武器的差距 修罗王很快就败下阵来 幸亏加罗罗王及时出手救援 最后也将邱雅仁带回了天界总部 在这里邱雅仁终于见到自己的血汗老板 匹斯奴以及提婆神军最高的司令官英陀罗 吉祥天赶紧跳出来 廖北亚说身为同事的夜叉王 竟然攻击修罗王 匹斯奴觉得难以置信 要英陀罗协助调查此事 接着便告诉邱雅仁 将他转身回天空界的原因 天空界原本就是包容一切的大千世界 但一万年前 师婆却率领阿修罗神军想毁灭这世界 于是双方爆发了一场大战 最后提婆神军获胜 将阿修罗神族赶出了天空界 不过他们并未被消灭 而是在一万年后的现在打算回来复仇 为了保护天空界 匹斯奴唯有将八部众再次集结 八部众是以佛教的天龙八部为原型 在剧中好比黄金圣斗士的地位 这八人分别是 修罗王丘亚人 神甲咒造型为狮子 武器是三谷楚 属性是光 夜叉王楷 神甲咒造型为狼 武器是长剑 属性是风 天王日相 神甲咒造型为虎 武器是五节棍 属性是矿物 龙王龙马 神甲咒造型为龙 武器是长枪 属性是火 加罗罗王丽亚 神甲咒造型为凤凰 武器是金环 属性是羽毛 纳罗王莲华 神甲咒造型为独角兽 武器是鞭子 属性是花 踏婆王空野 神甲咒造型为水牛 武器是宝伦 属性是水 比婆王蛋 神甲咒造型为犀牛 武器是斧 属性是大地 但是尼玛的比婆 这边写比姿是怎样啊 介绍完八部众后 众人就先暂时的散会 夜晚 丘亚人从阳台 杀了一泡尿后 准备救寝 没想到 阴魂不散的凯 又来袭击他 与此同时 宫里也发生一件大事 樱陀罗来找匹施奴 说有重要的军情禀报 却趁匹施奴不注意的时候 施法将他变成石头 由于声音太大 惊动了一下 很浅绵的日向 都还未开始练等的日向 自然不是阴陀罗的对手 此时的丘亚人 也正好被凯打到这个房间来 于是阴陀罗想将两人一起灭口 危急时刻 匹施奴用仅存的力量 将两人送离了天空殿 阴陀罗也干脆顺水推舟 将匹施奴被拾换的罪名 推给了修罗王与天王 并派其余六部众 对两人展开追杀 诶等等 这情节怎么好像似曾相似啊 率先发现丘亚人行踪的是 龙王龙马 龙马不分青红皂白的沙莱 丘亚人这才知道 原来他跟日向成了戴罪羔羊 虽然他赶紧穿上神甲咒应战 但却连光流都还不会使用 光流就像是圣斗士的小宇宙一样的东西 不懂光流的修罗王 立马被打趴在地上吃土 幸好天王日向及时赶到 日向极力解释 将皮施奴实化的人是阴陀罗 但口说无凭 龙马还是和他打了起来 两人本来就是连吃饭修炼 上厕所都在一起的好朋友 自然对各自的招式都辽若指掌 这时在一旁听到关键字 好友相残的丘亚人 忍不住哭了出来 大喊要他们住手 个性本就耿直的龙马 在确认过眼神后 也选择相信日向的话 一同加入拯救匹施奴的小队 八步众战力一下去了八分之三 这下换纳罗王莲华不开心了 一向没有带帮手就不会打架的他 叫来了两个部下 这两人分别隶属于十六大户四方史的 北面史达沙卡 神甲咒是螳螂 南陵史蓝斑 神甲咒是飞蛾 三人马上就找到了 英陀罗一直找不到的主角们 蓝斑撒下毒蛾灵魂 扰乱三人的视觉 结果号称八步众最强的龙王 竟然率先挂彩 没错 他其实是所有人中 最容易挂彩的挂彩王啊 莲华 我们是被冤枉的 你跟我确认一下眼神就知道了 你看 谁要跟你一起确认啊 日向本以为可以像上次一样 轻松地说服莲华 没想到莲华脾气硬得很 根本不由分说 此战中 丘亚人终于领悟出了光流 最终以一招修罗魔魄拳 击败了莲华等人 经过这一连串的骚动 个性叛逆的加罗罗王莲娅 隐约感觉到不对劲 她有一招必杀技 名为加罗罗灵士鱼 可以远端操控羽毛 当监视器使用 好死不死 就被她看到 英陀罗在那边自言自语 承认是自己将皮尸奴实化的 莲娅本想将音量调大声一点 不料被英陀罗发现 吓得她赶紧逃离天空殿 前往跟丘亚人会合 与此同时 主角团正遭遇 傀儡师卡里的袭击 此人也是隶属于 十六大户四寿石 神甲作为蜘蛛 这次的袭击 完全是针对丘亚人一人 龙马跟日向 被凯的术法困住 无法动弹 就在丘亚人 对卡里一人五化的攻击 束手无策时 丽娅及时赶到 并用羽毛射伤卡里的真身 助丘亚人解决掉对方 随后丽娅也一同加入组队 这下八步众已形成了 四比四谁都不吃亏的局面 此时 天空界突然爆发了一种 叫赤种般的疾病 染病之人身上会出现红斑 随着逐渐扩大而死亡 在天空界从未出现过这样的疾病 莲华把一切的错都推给丘亚人他们 认为就是因为他们将 匹尸奴石化而导致的 于是没有带人就不会打架的莲华 这次又带了两个手下来找丘亚人一行 此二人是揪魔罗天的达拉跟穆拉 穿的是同一件无功的神甲咒 高大的达拉为本体 矮小的穆拉 则是尾巴 结果 是的 你没看错 八步中最强的挂彩王龙马又挂彩了 就在丘亚人陷入危机之时 一个感染赤种般的男子突然乱入 莲华见到他的容颜瞬间僵直 神秘男赶紧使出幻术 带主角群离开 原来此人叫摩里芝 隶属于十二天圣的摩丽之天 和日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拜把兄弟 日向斥责他当初不该不告而别 摩里芝则说因为自己向莲华告白遭拒 才心灰意冷地远走他乡 结果却得了赤种般的不治之症 临死前只想再见好友日向一面 没想到他竟然和莲华打了起来 说完秋雅人竟然独自一人跑去找莲华 恳求他见摩里芝一面 莲华非但不领情还打算直接载掉秋雅人 随后双方人马赶到又是一场厮杀 秋雅人跟日向联手收拾掉的蜈蚣家伙 而摩里芝和莲华也正在花丛中战斗 此战其实是摩里芝早明白自己大陷将近 想要选择死在莲华的手中 不过他的死还是没能换回莲华 都说变了新的女朋友九条牛都拉不回 更何况是从未对他动过心的女人 之后众人通过捷径来到天空树的附近 看到因为匹师奴遭到石化而逐渐荒废的天空界 更加激起了要解救匹师奴的决心 日向指着眼前一个名为四殿岛的地方 岛上有玄武 青龙 白虎 朱雀四个神殿 只有点燃四座神殿中的圣光 才能开启进入天空树之门 不过英陀罗也知道这点 他肯定会派重兵防守四座神殿 眼下众人唯有兵分四路拼命一搏了 丘雅人最先来到玄武殿 遭遇到的对手是人气最差的彼婆王丹 丹可谓是天空界的霹雳火清明 不但个性粗暴 下手更是不留余地 他在十四岁的时候就当上了神将后补生进入天空殿 结果这家伙就跟独角兽邪武一样 天生就是女神的舔狗啊 为了在匹师奴面前求表现 对待同侪出手毫不手软 后来匹师奴告诉他 所谓的强并非指武艺高强 要能懂得爱人守护别人才是真正的强者 说完还将自己的项链送给了丹 并告诉他 以后想要使用暴力时 就看看项链回想起自己说的话 结果蛋显然没将匹师奴的话放在心上 看他拿着斧头朝邱雅人猛批的样子 俨然就是想要直接给他死啊 邱雅人想学圣斗士开启对话视窗交谈 来削弱对方的攻击力 可是对蛋这种火爆浪子来说 语言完全就是多余的 蛋使出了必杀技 比婆流沙光 地面竟然以斧头为中心 开始变成流沙下沉 没过多久 邱雅人就完全沉入了地底 不过这招也是有点鸡肋 打人打不过 难道打石头还打不碎吗 邱雅人直接就从地底破土而出 最后在吉祥天的激励下 邱雅人使出修罗魔破拳 跟蛋的比婆姬阵破对轰 结果皮尸弩的项链断裂 蛋战败身亡 身体化成光点消失 邱雅人也因为重伤陷入昏迷 由于点燃圣光需要消耗大量的光流 以吉祥天一人之力也无法将其点燃 画面来到了青龙殿 这里是龙王龙马对上夜叉王凯 不出意外的 龙马这个挂彩王又是第一个挂彩的 这场战斗完全是由凯一人碾压龙马 眼见实力拼不过对方 龙马故意用身体承受凯一剑 近距离使出龙王火炎戟 想跟他同归于尽 不过这最后的反扑依然无法将凯击倒 龙马最终力竭倒了下来 凯竟然也没有捕尾刀 而是直接去找邱雅人 另一边在白虎殿的战斗 天王日向对上纳罗王莲华 这是双方第三次的交手 对彼此都很熟悉 只是莲华这次没带帮手 打架就先失了三分力 天王降魔纲 vs 纳罗无双华 两人使出必杀技对轰 结果莲华不敌被打趴在地 日向撇下他赶紧去点圣光 在圣光即将点燃之时 莲华又站起来阻挠 此时房间突然亮了起来 两人面前出现了樱陀罗将皮尸奴实化的影像 原来圣光又名真实之光 能让心中存有疑惑之人看到真相 你都看到了吧 莲华 真正的幕后元凶是樱陀罗 别骗我了 这一定是幻魔拳 像樱陀罗这么帅的奥巴 是不会做这种事的 明明真相就在眼前 莲华却装作视而不见 日向这才明白 为何他无法接受魔理之的感情 因为莲华心里爱的是樱陀罗这个大叔 被爱冲昏头的莲华 甚至认为樱陀罗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 他要帮樱陀罗排除一切的障碍 眼看着女人已经没救 日向也不再留情了 使出新招式天王水晶节将莲华冰封 让他身体不会因死去而化成光点消失 日向也成功点燃了第一道圣光 最后来到朱雀殿 看看加罗罗丽娅与踏婆王空野之战 两人在八部众里可谓是极端的两面 莲牙平常喜欢偷懒 对修炼能闪则散 空野则是练功狂魔 无时无刻都在进行锻炼 这也使他成为第一个 顿悟无知境界的人 连平时弟弟妹妹来找他也浑然不知 都是莲牙在充当保姆 然而这样一个看透万物之人 竟然看不清真相 莲牙无奈地放下武器 再度使出灵士雨来让空野看清事实 只是这次樱陀罗早有防范 在天空殿设下了结界 羽毛一接触就瞬间化为灰烬 莲牙不死心再度释放出大量的羽毛 由于羽毛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一旦受损 自己的本身也会受到伤害 幸好几百根羽毛中有一根突破结界 让空野看到阴陀罗邪恶的一面 空野内心虽然动摇 却依然坚守保护圣光的本分 使出能隐藏身体的攻击招式 踏婆水雷染 不过在莲牙满天飞雨之下 行踪还是曝露 最后败在莲牙唯一用过一次的招式 加罗罗紫义兰 临死前 空野也透过羽毛 看见感染赤种般即将身亡的妹妹 他终于明白自己罪孽深重 伤害了真正的朋友 于是用尽最后的力气 将光流打入圣珠 倒在莲牙的怀里 无悔的画作光点消逝 另一方面 在玄武殿休息的三级的丘亚人终于醒来 可是连战都还没站起来 一生只监督修罗王一人的凯就出现了 面对全身伤痕累累的丘亚人 凯可不是那种等你伤势恢复在好好打一场的人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取丘亚人的性命 此时朱雀殿的圣光突然亮起 紧接着连青龙殿的圣光也被点燃了 三名战友不约而同的来到玄武殿 啊 是你们 凯不是我负责的哦 我的对手蛋已经被我干掉 就不知道是哪个家伙打输害凯跑来这里啊 看 就是我啦 局势虽然是四打一 但其实每个人都只剩半条命 面对拥有强大黑色光流的凯 还是难占上风 丘亚人拖去神甲咒 想开启对话视窗来唤醒凯 不过凯的脑已经被洗得很彻底 怎么做都是徒劳无功 于是重头戏终于来了 四人联手使出合体剂 寿王曼陀罗阵 使证法的奥妙之处 就是可以让四个像猪那么肥的人 飞到半空中 卡在一个金色摩天轮里面 还可以坐着他旋转隐藏杀机 放出四种动物攻击 就算被对手质疑以多胜少也告不了你 真不愧是天空界七大必杀技之手 在兽王曼陀罗阵压倒性的攻击下 夜叉王终于被击败 凯也恢复了自我 他缓慢地走向丘亚人 叫着他的名字 本以为王子与王子 从此就要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没想到英陀罗立即将凯回收 留下满脸不舍的丘亚人 随即众人合力点燃最后的圣光 通往天空树的大门终于开启 而英陀罗这边也有所防备 手底下已经没什么人可用的他 解开一万年前匹师弩的封印 放出了三个穷凶恶极的家伙 此三人名为兽牙三人众 大伙来到高处一望 原本森林茂盛的蓬莱千山竟也开始枯微 不过他们连感慨的时间都没有 敌人就出现了 来者正是兽牙三人众之一 君徒利明王的昆塔利尼 使用岩浆当属性攻击对手 主角团赶紧穿上神甲咒应战 上集有网友对他们着装时念的咒语有兴趣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 众人本以为刚干掉一半的八步众 目前天空界应该就数他们四人最强 没想到所有人的招式都对昆塔利尼没用 连击败夜叉王的兽王曼陀罗阵 动物都没打出一半 就被昆塔利尼一招君徒利灼热魄给击垮 危急时刻 有一对男女乱入 以术法扰乱昆塔利尼及时救走众人 日向认出的此二人是匹师努身边的幻梦众 就是类似御庭番众的密探 女的是变才天萨拉斯 能够操纵士神 男的是巫书沙摩冥王马尤利擅长幻术 他们原本设定也是有神甲咒的 萨拉斯是鹿 马尤利是孔雀 甚至连吉祥天也有猫的神甲咒 只不过后来这些都没采用就是了 两人是奉了匹师努之命 暗中调查阿修罗神军的动向 所以也知道鹰陀罗叛变之势 只是没想到他会派出 兽牙三人众这样的高手 众人对此也是一筹莫掌 此时吉祥天突然说自己有办法对付他们 相传在蓬莱山南边的山脚下 有座光流之泉 只要是在残月出生的16岁少女 对泉水祈祷 就可以让自己的心上人获得强大的力量 但必须付出女孩的生命作为代价 而吉祥天正好符合以上的条件 如果可以帮助大家 就算是牺牲自己我也 不行不行 我绝对不答应啊 你要是敢做这种傻事 我就不理你了 我明白了 谢谢你邱雅人 看啊 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男人的浪漫不该用在这个地方啊 是的 男人的浪漫应该是钻头啊 15年前经典的IP 天原突破红莲罗岩 这是一款由TRIGGER制作 金石扬之监督 忠实还原经典剧情的动画改编手游 和住在地下的挖洞少年西蒙一同出发 在闪光钻头的引导下 与巨大的颜面相遇 共写冲破宇宙命运的热血故事 你的红莲团由你组建 什么 你还没预约啊 大叔我已经第一时间就预约了哦 现在就点击影片留言区置顶的连接预约 和红莲团一起冲向天空 冲破宇宙吧 现在预约就送五星的颜面哦 好了 你们保重吧 我们要先去预约游戏了 结果萨拉斯两人前脚刚走 后脚昆塔利尼的眼线就发现了丘雅人一伙 可是正当大伙要穿上神甲咒应战时 神甲咒却完全没有反应 我本来是黄金了 怎么降级成白影了 无法着装的众人 连这些分身的蛇都对付不了 丘雅人更是被小蛇化成了巨蟒缠柱 九死一生 看到这情况的吉祥天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当下能救自己心上人的唯有光流之拳 望着吉祥天离去的背影 丘雅人也明白他要去做傻事 瞬间体内力量大爆发消灭掉巨蟒 接着一路亮亮呛呛的追赶吉祥天而去 不过另外三人就没这么好运了 被随后而来的昆塔利尼逮个正着 在无法着装的情况下马上就被击溃 但是看过这么多的动漫 相信大家也知道 通常反派都是最讲武德 绝不会衬人之为补尾刀 果然昆塔利尼立刻就撇下三人去追丘雅人了 另一方面丘雅人终于找到光流之拳 但终究还是晚来一步 吉祥天已经在拳中许下愿望化成光影消失 拳中飞出四颗光球附着在四人的神甲咒上 神甲咒终于再次复活 威力更胜以往 好不容易有机会脱单 没想到又秒变单身狗 丘雅人以肚子的火气无处宣泄 昆塔利尼这个白木鬼又刚好跑过来挑衅 丘雅人直接一个修罗魔魄拳 打得昆塔利尼有点怀疑人生 日向三人也在这时候赶到 众人再次使出兽王曼陀罗阵 四人先是轮番释放自己的圣兽 血后的昆塔利尼撑过了四次攻击 不料后面还有一招兽王曼陀罗阵四面兽合体 最后丘雅人乘坐在四面兽上 以一招修罗金刚魔魄拳干掉了昆塔利尼 虽然解决掉了强敌 但失去老婆的丘雅人不甘心地落下泪来 不过老天似乎待他不薄 吉祥天竟然莫名其妙又复活过来 编剧连解释都不想解释 直接推说这是奇迹啊 而刚复活过来的吉祥天 也立刻送了一波福利给各位观众 正当主角团打架打累了 偷个钱在湖边洗澡时 四周突然弥漫起一阵浓雾 所有人回过神来 才发现已经跟同伴走散 倒霉的丘雅人更是直接被敌人盯上 眼前出现的美女姐姐 这是兽牙三人众之一的 祥三世名王蒂利罗 祥三世以前小时候都念成降落的将 查了一下资料才知道正确的念法是祥福的祥 指的是祥福消除贪嗔痴这三种念头 看蒂利罗这冷艳高傲的外表 不难判断她是属于喜爱调教小鲜肉的女王类型 一招蛇法雷光弹 看似攻击丘雅人 实际上是在戏弄她取悦自己 而且这浓雾的功能不仅是能遮蔽对手的视线 还可以让人的动作变迟钝 即使刚升过级的丘雅人都打得有点吃力 最逆天的当属她的大绝招逆转生 身体化作一朵巨大红花 用触手慢慢的将对方拖进花中 遭到巨花吞噬的丘雅人 完全丧失跟天空界有关的所有记忆 不仅账号直接被封锁 还没收装备打回到人间界 好家在是等级不必从一开始练起 经过天空界这段打怪练等之旅 丘雅人虽然记忆不在 但武艺却是更上一层楼 在人间过了一段朴实无华 且枯燥的闲人生活后 某日跟爷爷在院子里切磋武艺时 丘雅人无意间捡到自己的修罗王神甲咒 触碰到神甲咒的瞬间 天空界的记忆又全部涌上心头 由于天空界跟人间界是一体两面 所以即将面临崩坏的天空界也影响到了人间 丘雅人在亲情与大义上选择了后者 于是带着他的神甲咒来到武道馆这最初的起点 凭借着感应到一丝匹尸弩残雨的光流 最终又顺利的回到天空界 与此同时在天空界这边 蒂雳罗正和加罗罗王丽雅战斗到一半 身体突然发出树道的亮光 随即就变回一朵巨大的红花 将丘雅人吐了出来 丘雅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补刀时机 赶紧穿上神甲咒一招修罗魔破拳解决掉地利罗 紧接着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兽牙三人中最后一人 不动冥王阿哲纳达就出现在众人面前 一见面就直接送了丘雅人一份大礼 将一座大山移动过来压在他身上 龙王龙马觉得自己最近戏份太少 想过来跟阿哲纳达单挑 可是身上神甲咒突然闪着亮光不听使唤 是龙王啊好久不见啊 看少来这招 开启对话诗窗反派使出来是没用的 哼哼虽然你不认识我 但你的神甲咒似乎还记得一万年前的事啊 说吧阿哲纳达使出一招来去灵世光 现场断时变成一座露天戏院 上演着一场史诗级的八部众大战阿修罗神军 你马的演我的那个修罗王长得真丑啊 等等这不是在演戏啊 这是一万年前的那场神魔大战 里面的人是上一代的八部众啊 接下来众人看到令人震惊的一幕 原来前任龙王竟然就是被不动冥王给干掉的啊 阿哲纳达一个暴戚将众人弹开 目标直指眼前的龙王龙马 这下你明白了吧 我会像一万年前一样第一个杀掉你的啊 你在说什么天方夜谭 龙马虽然斗智高昂 但身上的神甲咒就像是惧怕阿哲纳达一样拒绝和他战斗 随即就被对方一个气功给轰飞了 看到好友被揍日向也森七七了 使出天王水晶节将阿哲纳达冰封 不过阿哲纳达马上就破冰而出 同样以天王水晶节回敬日向 你怎么会使用日向的绝招啊 哼 这种小儿科的东西看一眼就会啦 丽雅不信邪也放了一招加罗罗易吹雪 结果同样被阿哲纳达以相同的招式回敬 就连丘亚人跟他用修罗魔破拳对波都轰不过对方 当下之际唯有再次使出兽王曼陀罗阵 阿哲纳达原本还不把这招当一回事 可是经过光流之拳加持过了四人 实力已比一万年前的八步众还强 兽王曼陀罗阵的最后一招四面兽合体修罗金刚魔破拳 更是直接将阿哲纳达打飞出去 担心跪地的阿哲纳达无法忍受这样的耻辱 直接移动一座大山将曼陀罗阵压垮 与此同时正敢往天空殿的萨拉斯马尤利二人 感觉到两股强大力量互相碰撞 担心主角团又遭遇强敌 于是决定回头去支援丘亚人他们 此时马尤利突然提议兵分二路 让萨拉斯去帮助丘亚人 自己则前往天空殿帮众人开路 兼清除掉路上所有阻碍的神将 并嘱咐萨拉斯要从神功门进入天空殿 此举无疑是生死难料 因为就算少了八步众 天空殿的守卫还是很多 他们可不像名斗士一拳就可以打死一堆 不过马尤利态度依然坚决 因为当务之急 是打倒英陀罗为第一优先 有交团中可得知 两人也是间谍情深都深爱着对方 而在主角团这边 由于最后王牌兽王曼陀罗阵被破 众人无计可施 只能任由阿哲纳达无情的惨虐 为己时刻又是萨拉斯放出世神来相救 阿哲纳达被这些小虫子搞到有点不耐烦 于是召唤出已死的君徒利冥王 跟祥三世冥王的神甲咒 来了一招三位一体的冥王和声 将自己的神甲咒升级为不动冥王 并以一招强大范围剂兽牙裂光弹将主角团轰飞 你没事吧 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这么强啊 多谢你又救了我 别放在心上 因为我特别喜欢你啊 抱歉 我对阿姨没什么兴趣 我还想继续努力 看你全家都阿姨了 我只是觉得你一定能解救匹师奴大人 所以对你特别关照而已 由于再继续这样耗下去也不是办法 萨拉斯决定自己一个人去引开阿哲纳达 要邱雅人去找日向他们先前往天空殿 不过他的这些士神伎俩完全对阿哲纳达没用 最后还为了保护邱雅人 正面硬吃下一招威力强大的兽牙裂光弹 留下要众人从神宫门进入天空殿的遗验后便身亡 另一方面 只身一人潜入敌营的马游里 利用幻术加上催眠的铃声 竟然在不杀害一个神将的情况下就来到天空殿 可是当天空殿的大门一打开才发现 原来自己已经中了埋伏 而在邱雅人这边 萨拉斯的死依然无法改变众人被惨略的现状 可恶啊 不是说同样的招式不能使用两次吗 那是对圣斗士 我们天空战技招式通常都只有一招啊 此时龙马无意中发现 阿哲纳达发动完必杀技后 有一瞬间会失去光流 甚至连小石子都躲不开 而神甲咒的记忆也告诉他 一万年前阿哲纳达的右胸 曾被龙王的矛给刺穿 于是龙马要众人将所剩的光流都传给他 独自一人挺着长矛冲向阿哲纳达 你想找死吗 就啦 Let's go 阿哲纳达将裂光弹集中攻击龙马一人 没想到龙马扛下这波攻击后 纵身一跳来到阿哲纳达面前 一枪刺进他一万年前留下来的旧伤口 直接零距离地使出龙王火炎戟 最后不动冥王这包大金燕包 终于被龙马给吞下了 不愧是龙马 我现在相信你是八步众最强的了 以后你不再是挂彩王了 但我现在是挂彩王了 天界四小强一路挺进到这里 终于出现了第一个牺牲者 然而目前已经没有时间悲伤 因为连一项生机勃勃的天空树也逐渐崩坏 众人只得加快前进的脚步 一行人照着萨拉斯的遗言从神宫门进入天空殿 路上满是昏迷倒地的神将 就在众人赞叹到底是谁有如此强大的本事时 突然看见全身被武器刺穿 奄奄一袭的马游力 直到临死前都还在关心另一半 这对情侣党也算是对邱雅人血汗做到死啊 天空殿的内殿就在眼前 由于后面不知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凶险 邱雅人无奈将吉祥天打晕安置在一旁的树下 三人驾着神甲机朝最终的战场前进 来到门口却看见三个熟悉的身影 莲华 蛋 空野 你们不是都死了吗 莲华等人不由分说地对邱雅人展开攻击 丽雅拿出死在自己手中的空野神甲咒 证明眼前三人只是冒牌货 于是要日向跟邱雅人先走 自己留下来断后 虽说是冒牌货 但三人连本尊的必杀剂都会使用 威力还不输给正版啊 为了不再让好友们的自尊被冒牌货践踏 丽雅使出了她的最大奥义 加罗罗火翼症 此招式有点类似科学小飞侠的火鸟弓 也是以自身化作一只燃烧的凤凰冲向敌人 一举消灭掉三个冒牌货 但副作用就是 发招完会有一段时间腿软无法行动 而进入内殿的日向和邱雅人 终于见到樱陀罗 日向回想起以前八步众在修炼的时候 樱陀罗为了保护一只蝴蝶而受伤 难道那个爱护天空界一切的她 都是装出来的吗 樱陀罗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 不管过去还是现在 都是真正的她 她只是觉醒了自己该有的宿命 索罢全身竟释放出强大的黑色光流 并告诉二人 自己是阿修罗神军十二罗地之一的雷帝樱陀罗 随即发射出无数的小钢书攻击二人 上集也提到过 后期因为经费不足砍了很多戏 所以樱陀罗真正叛变的原因 没讲得很详细 有人说她是一万年前就来卧底的 也有人说她跟萨卡一样 被邪灵附身有双重人格 但我个人更偏向她是和名斗士一样 原本是普通人 某天体内魔星的灵魂突然苏醒 因为阿修罗神族原本也是天空界的居民 在官方小说中 十二罗地还有一个幻地 原本就站在匹师弩这边 如果樱陀罗本来就是来卧底的 那她干嘛这么认真培养出八步众 来妨碍自己 直接把他们训练成 拔银圣斗士那种废物就好了 这时一直处于挨打状态的两人 终于记得要穿上神甲咒应战 被小钢珠这招打到虽然很痛 但实际上也不具什么致命性 丘亚人一个修罗魔魄拳 就令樱陀罗赶到棘手 后悔当初没有先杀掉她 于是樱陀罗开出了大招 雷帝时空裂 将两人打入一个 类似义次元的空间 好吧 反正樱陀罗职位跟教皇差不多 会使用义次元也是情有可言 正当丘亚人陷入危机之际 那个恐怖的血汗呼喊 突然在耳边响起 丘亚人快站起来啊 你怎么可以在这里倒下 你不是还有生命吗 如果现在放弃 比赛就结束了 看哪你这老头 不要随便乱入啊 众人的血汗呼喊 终于将丘亚人拉回原本的世界 随即一招承载着众人 奇望的修罗魔魄拳 一拳将樱陀罗打飞 日向这时突然冲出来补了尾刀 一棍捅穿的樱陀罗 只见一道黑色光流 串出樱陀罗身体 久违的金色光流 再次回到他的身上 这也呼应了 我前面提的魔星觉醒说 最后樱陀罗安详的 倒在日向的怀中死去 正当两人开心的以为 要迎来第一步的结局时 却发现 匹士奴的实话依然没有解除 突然一道黑色光流 射向丘亚人 眼明手快的日向 挺身帮他挡下这击 结果身体被夜叉王的剑刺穿 日向当场身亡 哼哼 修罗头 银陀罗的术法由我继承了 只有杀了我 匹士奴才能恢复原状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记忆中你青色的脸 两人终于来到了这一天 但就跟第一集的战斗一样 长短的差距影响了两人的一生 我是说武器 可能哪个扫把打 都比用三谷除有力 凯也明白这点 所以两人都没有用必杀技 全靠武器在肉活 果然一寸长一寸强 凯的长剑直接贯穿丘亚人 将他钉在柱子上 另外用意念画出一把剑 想给他致命一击 幸好丽雅及时架着神甲鸡过来解围 不过神甲鸡也被凯给劈成两半 正当一切都万念俱灰之时 南俗名物大中音突然响起 天空界所有人民都在帮丘亚人祈祷 而且口中念的还是药师如来咒 不得不佩服编剧组的用心 听到经文的丘亚人稍稍回复一点HP 拔出身上的剑继续和凯战斗 这下他手中终于有个像样点的武器了 最后两人拿着剑互捅对方的身体 不过王道热血动漫的主角 通常都自带锁血技能 就算被捅十次也死不了 但是凯被捅了这么一下后 就只能跟大家说拜拜了 敌人终于全部清除 皮尸弩也从石化中解放 更使崩坏的天空界立即恢复生机 连人间界的变异也停止了 皮尸弩也施展极大复活咒语 复活的战死的巴布仲 本以为这是个幸福美满的快乐结局 可丘亚人点了一下名 发现复活名单中 唯独漏掉自己的好友凯 皮尸弩则告诉他 夜叉王是靠着黑暗光流为生的 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之中 至此天空战绩第一步正式完结 新的一天开始 巴布仲刚走出宫外 就看到一群神将在地上静坐抗议 原来这些人都是因为被樱陀罗欺骗 而对巴布仲刀刃相向 如今是过来自情处分的 日向大气地走过去告诉众人 一切都过去了 反正你们也没对我们造成什么伤害 连华他们连一句道歉都没说呢 看到这一幕 还不得不佩服马尤力 由于他的仙剑之名 没有杀害任何一兵一卒 才保留这么多战力 可以对抗阿修罗神军 随后皮尸弩集结众人 说出他最担心的事 虽然感觉到黑色光流不断地在靠近 但一直找不到敌人大本营 异动宫的具体位置 先前他派出的密探 萨拉斯和马尤力 就是负责调查此事 没想到被修罗王等人给克死了 而他宁可复活一些 实力比较烂的巴布仲 也不愿意复活萨拉斯跟马尤力 正谈话间 突然整座宫殿剧烈摇晃 令人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异动宫竟然从天空树的底下钻出 此等高超战略令皮尸弩有点措手不及 一边要负责救人 一边还要想办法稳住天空树 最后不得已 只得将天空殿拔起转移他处 而象征天空界熔井的天空树 就这样倾倒了 随即大批魔军从异动宫杀出 巴布仲只得先放下救援工作 前去对付敌人 无奈这些魔将的数量实在太多 就算是打蟑螂 也会有打到手栓的时候 此时 天空中出现一座神秘的漂浮大陆 外表看起来就像一尊巨大的佛像 众人都对眼前的奇景感到讶异之时 突然收到匹师弩的紧急电报 要巴布仲先返回天空殿 回到宫中后 匹师弩告诉众人 这个神秘的大陆叫须弥山 可能是因为异动宫靠近 跟天空树倒塌才出现的 匹师弩要巴布仲前往须弥山 取得创造神梵天的神甲咒 如此才有办法打败破坏神席婆 有网友告知 师这个字应该念成破音字的席 因为席婆的原文叫做虚吧 诶 拉臭 梵天是那个暴力和尚吗 看 这个梗你要玩几次啊 匹师弩接着说到 一万年前就是梵天穿着那件神甲咒 跟自己一起合力将阿修罗神族 封印在异动宫 所以如今梵天的神甲咒 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 而能穿上梵天神甲咒的 只有他的继承人 修罗王邱雅人 画面来到异动宫内部 果然上级战死的夜叉王凯 也被席婆复活 席婆派他去须弥山 抢夺梵天的神甲咒 因为凯同样也是梵天的继承人 还派了十二罗地中的四人 攻他猜浅 于是一场黄金圣衣的争夺战 就此展开 走吧 反正就算死了 匹斯奴大人一个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 我们就有无限台可以一直复活了 很抱歉 这个秘技只能使用一次 你们现在只要死了就是彻底凉了 靠腰 那我能不能不去啊 邱雅人别担心 我会陪你一起去的 不行啊 这次太危险了 你要留在这边了 吉祥天也一起去吧 这次你也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哦 没时间了 你们快出发吧 拜 由于提婆神军平常都不点军事技能 唯一的战舰 只有一台乌龟造型的摩赫婆 而须弥生的入口 只有等太阳在正上方时才会打开 所以八步众是分秒必争 催紧的油门 阿修罗神军当然也知道这点 派出大量的军队干扰他们前进 但是敌人数量实在太过庞大 莲华 弹 空野三人 只好留下来断后 邱雅人这个渣男 还把女朋友丢给丽雅照顾 自己只顾冲第一啊 最后在B咖三步众的帮助下 A咖主角团才终于顺利进入了须弥山 战舰摩赫婆还因为冲得太快 撞断了龟手 来到了须弥山内部 这里的道路竟然是类似云霄飞车的轨道 邱雅人立即开启了休假模式 可是没多久就乐极生悲了 邱雅人 你别忘了命只有一条 你要是摔死 我们天空战绩就等于完结篇了 好啦 抱歉啊 修拉头 你还真是轻松愉快啊 简直是当小学生来远逐的 听见熟悉的声音 邱雅人回头一看 果然他的好姬有凯 也被破坏神席婆复活 还带了四个凶神扼煞 来跟自己抢宝物 这四人跟樱陀罗同样都是隶属于十二罗帝 分别是 帝帝波仪罗 日帝安底罗 月帝山底罗 火帝巨皮罗 由于是十二罗帝 所以名字的结尾都一定要有一个罗字 不过一个樱陀罗都这么难搞了 这下还一次来四个 无奈签了血汉合约 众人还是得硬着干 打着打着 邱雅人突然发现这些家伙没有想象中的墙 只要一发必杀技应该就能一波带走 于是要大家赶紧穿上神甲咒 不过你码的你拿的这根木头是什么东西啊 着装完毕后 丽雅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对方不但没有穿上神甲咒来应战 而且每个人脸上都笑嘻嘻的 一副达成目的的样子 丽雅正想阻止邱雅人出招 已经来不及 三人的必杀技早已轰了过去 被对手躲开之后 三人的神甲咒突然像霉电一样脱离了身体 原来在这须弥山中 无法像在天空界那样从大地中补充光流 所以如果发动必杀技 神甲咒就会暂时的沉睡 要过一阵子才能再次的穿上 我说你们提婆神军的情报收集能力真的很差啊 眼见对方有三人神甲咒无法使用 凯决定留下唐老大 呃呃我是说波仪罗来对付他们 自己则带着其他人继续往山顶前进 弟弟波仪罗此时才穿上了神甲咒 弟弟这个名字念起来虽然有点饶舌 但总比较土地还好吧 他的神甲咒造型看起来像熊 不过日文官网竟然说是虎 看来是跟日向撞山啊 由于目前只有丽雅有办法战斗 于是他便要三人赶紧去追凯他们 自己留下来对付这个大块头 两人过了几招之后 丽雅就发现踢到铁板 大块头的身体素质激进完美 跟他肉搏吃亏的只会是自己 眼看同伴们都已经远离了 丽雅便直接驾着神甲鸡准备落跑 可是在赛车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谁都别想让光头看到对手的车尾灯 波仪罗操控岩石变成手里剑 又将丽雅逼回来 丽雅这回索性猛吹油门 想直接将对方撵过去再肇事逃逸 没想到波仪罗这家伙 还可以跟比克一样变成巨人 这下完全吃土了 丽雅被打得有点怀疑人生 由于只有一招的机会 若没干掉对方 自己就准备去投胎了 丽雅没穿上神甲咒 小心的击唇光流 拼死将羽毛打在波仪罗的大腿 脖子跟手臂上 眼看时机已经成熟 被波仪罗大手握住的丽雅 开始念诵经文 刚刚打出了三根羽毛 形成一个三角状 波仪罗的身体瞬间就被束缚住 就算她的体型再大 依然无法动弹 丽雅炫术着装 再次使出模仿火鸟宫的自残招式 加罗罗火翼症 直接化身成一只火凤凰 冲进波仪罗嘴里 终于解决掉这个难搞的大块头 不过自己也受了重伤 暂时无法行动 另一方面 天空界也同样面临危机 面对席婆不断入侵的黑色光流 匹师奴只得张开结界 死命的护住天空殿 你已经欠了血汗合约 要坚持到死啊 我看啊 这是没人性的合约啊 留下来的三步众更是遭遇强敌 被席婆复活的不动名王阿哲纳达 这家伙当初可是让主角团吃足了苦头 最后在龙马的牺牲下才将其打倒 幸好空爷也是个有脑之人 硬拼不行决定用智取的 他先跟莲华联手初级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接着但从背后出现使出了笔婆流沙光 顿时地面变成了流沙 让阿哲纳达双脚陷入地面 阿哲纳达在完全没有防备之下硬吃了这招 结果竟然只是神甲咒有点受损 接下来大家都知道的 反派有好生之德 阿哲纳达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离开了 秋雅人你们要快点回来啊 不然我的神甲咒都快被动画组搞成暗黑圣衣了 欢迎来到荒野求生21天 三男一女在没有携带任何工具下 决定穿越这座数千英尺高的山峰 饥饿跟寒冷不断的考验着挑战者们 还必须面临岩石掉落跟敌人袭击的问题 才刚说着两个在山地旁做瑜伽的敌人就出现了 我们是十二罗帝的日帝安底罗 月帝山底罗 龙马跟日向决定留下来牵制敌人 让秋雅人牵手 秋雅人再度发挥渣男本色 自己一人先落跑 把女友吉祥天交给宠物咪咪再运 龙虎二将由于吃过与刺亏 决定保存光流 只是变出武器来战斗 日月双帝则用武器在空中张开一个结界 将龙虎二将吸入正中 结界内不但有一堆和尚面经 扰乱二人的心智 而且双帝还能发挥出 威力强大的龙卷风招式 这对无法使用必杀技的二人来说 的确是场很棘手的战斗 不过很快就被日向看出了破绽 每次只要日时开始 双帝就能使出龙卷风之招 一旦日时结束 他们就只能用身体攻击 阵眼一定就是空中的太阳 日向决定赌一把 朝太阳发出必杀技天王降魔钢 失去神甲咒效用的同时 也顺利的破除结界来到外面 不过现在情势还是对日月双帝有利 两人也穿上神甲咒 打算直接一波碾压 他们神甲咒的原型是鹿 使用鹿角形状的回旋飞刀当作武器 由于日向无法使用神甲咒 龙马一挑二明显有些吃力 危急时刻 加罗罗王丽娅及时赶到 经过两集 他的充电时间已经结束 可以武装 二对二的肉搏战打起来呈现五五波 日月双帝不想再浪费力气 分战两处的高地使出必杀技 阴阳重力星 两人手掌之中产生一颗巨大的能量球 球中还浮现出天空电的影像 随即能量球承载了天空电的重量 瞬间就将龙马二人压得喘不过气来 幸好二人平时有在做重训还挺得过去 眼见天空电还不足以压死对手 日月双帝这回加重筹码 用整座须弥山朝他们再次碾压下去 但是尼玛的不是说发过一次大招 短时间就无法再使用神甲咒吗 此时镜头带到了邱雅人这边 他跟吉祥天会合后 两人搭乘神甲机继续了前进 终于来到山顶追上了夜叉王 就在两位好基友进行第N次的战斗时 创造神范天的残留思念突然显灵 告诉二人一万年前的往事 在一万年前的那场神魔大战中 修罗王跟夜叉王被破坏神席婆所杀 但也因为两人舍命的攻击 让席婆受到重创 匹师努跟范天才能抓住机会 将席婆跟阿修罗神军成功封印进了异动弓 后来范天也因为没有保留历劫而亡 此前用残留的力量附加在修罗王跟夜叉王的身上 因此两人成为范天的继承人被送往人间界 现在就看谁能通过考验穿上范天的神甲咒 回到另一边的战场 龙马等人挺过了须弥山的重训之后 日月双帝决定加码再送一组 这次他们把重量直接开到最大 要用天空界的重量把所有人压成肉饼 但很不巧的又被日向看出破绽 日向发现当光流在双帝手中交汇时 才能产生出重量球 于是在没有神甲咒护身的情况下冲入其中 果然光流遭到阻断 重量球瞬间消失 龙马跟丽雅也趁此机会放出必杀技 终于消灭掉这两个阴阳怪气的家伙 与此同时在山顶这边 火地巨皮罗留下来阻挡邱雅人 让凯前往范天神甲咒的所在地 邱雅人没空跟巨皮罗缠斗 乘坐神甲鸡想甩开他 可没想到这火地是个田径高手 一直紧追在后 结果这场战斗还是免不了 丘雅人让吉祥天先去追凯 自己则穿上神甲咒准备应战 我没看错吧 让一个不会武功的女人去对付夜叉王 火地巨皮罗神甲咒的原型是龙虾 打出的火焰连山壁都能融化 加上速度又快 丘雅人完全站不到上风 巨皮罗不断嘲笑丘雅人 绝对不敢使用必杀技 因为魔破拳根本打不到他 没想到丘雅人索性就真来了一发魔破拳 不过这拳只是幌子 使者趁巨皮罗躲开的时候 不讲武德的从背后丢出三股杵 贯穿他的身体 大叔我真是开了眼界 再也不敢小看这武器 此时凯已经找到了梵天的神甲咒 可是明明身为继承人的他 却遭到神甲咒的拒绝 等到丘雅人赶到时 发现吉祥天已被凯抓住 凯从背后捅了丘雅人一箭 并威胁吉祥天将光流注入梵天神甲咒中 原来这就是他的使命 只有吉祥天能让梵天的神甲咒书醒 尼玛的连反派都知道这个秘密 主角正宁却没人知道 为了救丘雅人的性命 吉祥天不得不唤醒梵天的神甲咒 这最强神甲咒的着装过程还真是简陋 而且说好的黄金圣衣变成白影圣衣 足足掉了一个档次 龙马三人此时也来到了现场 不过来了也只是刚好见证这神甲咒的威能 一旁的吉祥天看到又是丘雅人跟凯的对决老梗 不仅悲从中来 而这股悲伤竟然唤醒他体内沉睡的力量 发出不输给皮尸弩的光流 将所有人给治愈 并开启对话视窗对凯猛罐鸡汤 没想到凯完全不吃这套 决定先杀吉祥天 危急时刻 丘雅人一个魔魄拳将凯轰飞出去 而这拳竟然奇迹似的 让梵天神甲咒脱离凯的身体 并穿在丘雅人身上 而且颜色也变回了黄金圣衣真正的颜色 原来凯最终还是没有通过梵天的考验 所以神甲咒选择了丘雅人为真正的继承者 此时的须弥山已经开始崩塌 丘雅人赶紧带着众人离开这里 场景来到了天空界 调整好心态的不动冥王卷土重来 直接突破匹尸弩的结界杀入了天空殿 眼看莲华三人即将守不住最后的防线 丘雅人小队及时赶回来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阿哲纳达直接一招裂光弹 朝丘雅人轰过去 不过打在梵天神甲座上犹如皮肤汗术 丘雅人随意发出一颗光弹 就收拾掉阿哲纳达 这下局势已经完全逆转 八部中集结起来 准备前往异动宫端掉席婆的老巢 皮尸弩要吉祥天一起释放光流 保护天空殿 并告知他的天命 就如同丘雅人是创造神的继承人一样 吉祥天这是他调和神的后继者 此时进入异动宫的丘雅人一行人 也遭遇了十二罗帝之手 明帝皮杰罗 由于编剧已经决定放给他烂尾了 所以明帝的神甲座干脆也不用设计 皮杰罗使出一招幽冥影平衣 将自身跟异动宫融合为一体 整座异动宫顿时就像是有着生命般开始呼吸 最恶心的是墙上的肉流竟然会喷出丑状物 被黏住的人完全无法动弹 丽雅见状赶紧使出加罗罗易吹雪 将墙上肉流通通清除 不过这些东西马上又长得出来 要彻底消灭它们只有找出皮杰罗的本体 于是龙马要日向跟莲华保护丘雅人继续前进 其他人则留下来对付这些污秽的东西 三人才走没多久 就被一堆条状的海绵体攻击 为了抵挡这些脏东西 日向决定留下来断后 要莲华跟丘雅人先走 然而这些东西越到后面水准越差 不是喷了人家满脸就是喷了人家满身 最后靠着丽雅的羽毛找到皮杰罗本体 龙马丽雅弹空野四人轮番出招 终于干掉这号称最强的十二罗地 此时在天空殿却发生意想不到的事 一直以光流互相较劲的席婆和匹斯奴迎来的最高潮 席婆的黑色光流已不可和一万年前同日而鱼 直接化成黑色巨龙贯穿匹斯奴的法阵 匹斯奴终于立节倒地 交代完最后遗言 皮斯奴也化作光点消逝 由于明帝被消灭 异动弓也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毫无意外的 在宫殿镜头等待丘雅人的一定是夜叉王凯 只不过这回还多了一个席婆在旁观战 好机友的再次碰头 凯就告诉了丘雅人 匹斯奴战死的重磅消息 而席婆也揭露了夜叉王为何是反骨仔的原因 原来在一万年前 梵天选择修罗王跟夜叉王当继承人时 即将被封印的席婆抓住一瞬间的机会 将一颗黑色光流的种子 埋进了夜叉王的体内 于是当他再次转身到天空界时 体内的黑色光流就会觉醒 黑色光流是所有人皆有了邪恶之心 就连你羞罗王也具备这样的素质 住口啊 我才没有什么黑色光流 听完席婆的话 丘雅人激动的抡起拳头往凯的身上招呼 越打就越有快感 甚至连莱达kick都使出来了 没错 就是这个表情 快点解放内心黑色光流 杀了凯吧 没想到席婆的多嘴反倒让丘雅人冷静下来 当凯的长剑刺过来的时候 丘雅人只是闭起双眼认定他随便刺 反正夜叉王的剑从来都刺不死修罗王 然而就在丘雅人倒地时 血突然溅到凯的身上 顿时整个异动弓金光闪闪锐气千条 这强烈的光芒竟然将凯身上的黑影给驱逐 而自己身上的伤也完全恢复 更令丘雅人感到高兴的是 凯看他的眼神 又回到从前那个充满爱的温柔眼神 没错 夜叉王终于回来了 演了35集 观众最想看的修业合体终于登场 两人并肩作战 共同对抗强大的习婆 但习婆的黑色光流 无疑是一堵难以跨越的高墙 凯用身体护助丘雅人 让他赶紧穿上梵天的神甲咒 没想到习婆也留了一手 只见他口中念诵经文 瞬间就将所有魔匠 变成黑色光流吸入自己的体内 不会看风向的丘雅人 还傻傻地冲向前去找死 凯赶紧指出手中长剑刺伤习婆 并替丘雅人承受了习婆的致命一击 结果才刚洗白不到一击的夜叉王 就这样领了便当 不过凯的死也触发了神棍界最强的奥义 阴阳合体双修 我说的是神棍界不是宗教界哦 请宗教团体不要来检举我的影片 两人合体之后终于成了梵天完全体 可是才互相对拨了一招 梵天神甲兽竟然就被打碎了 此时的习婆也露出了更猙獰的面孔 一手掐住丘雅人脖子 丘雅人则顺势拔出凯的长剑再补她一刀 突然头上灯泡一闪 丘雅人悟出了易丘年以指为剑的针髓 用手指使出夜叉王的疾风魔狼剑 接着再补上自己的修罗魔魄拳 终于让习婆的黑色光流溃体 习婆也被自己的力量反噬永远无法再复活 而易东宫也随着习婆之死彻底的毁灭 最后按照惯例 八部众一定要拖着伤重的身体 爬到山巅看日出 留下一张全家福大合照后才能离开 在八部众击退阿修罗神军侵略一年后 天空界又恢复了往日的和平 吉祥天作为匹师弩的继承者 留在了重建的新天空殿 每日都做着他最不喜欢的修行 看 这些和尚不是都死了吗 是谁让他们复活的 吉祥天大人 你忘了关麦 我们都听到了哦 哈哈 不好意思 突然吉祥天想起一件重要的事 必须赶紧召集八部众回来 于是派出了他的猛宠部队当信使 要他们务必将水晶球交给散落在各地的八部众 接着来看看这一年间 八部众都在做些什么 在一处人烟罕至的深山洞穴里 龙王龙马独自一人 在此雕刻着匹师弩的石像 加罗罗王丽雅 将一处荒野开垦成了美丽庄园 天王日向则是找了一棵高大的树 这一年来不断注入光流当养分 不管花上多少年 都要将它变成第二棵天空树 踏婆王空也当起了老师 将毕生所学的知识传授给年轻的学子 比婆王丹则是在各地修行 不断找人挑战武艺 纳罗王莲华专门帮人治病 只是过程有些粗鲁 常令人吃不消 最后的修罗王丘雅人 同样是在修炼 不过他比丹更有效率 他学悟空带上几十斤重的护具 一旦解下后 速度跟实力自然提升了不少 众人都不约而同收到吉祥天的紧急召集 敢往指定的地点汇合 然而到了集合地点 却没见到龙马与日相 等了一会儿 吉祥天终于出现在众人面前 吉祥天向众人介绍了龙马的未婚妻 并告诉他们 龙马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皮尸弩的雕像 今天这是他回来的日子 在村民们的帮助下 婚礼会场很快就布置妥当 男主角龙马终于从河边姗姗来迟 哦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 点点吃撒娃公啊 不过婚礼都已经顺利结束 身为龙马好友的日相 却迟迟没有出现 这时去通知日相的那只小龙 竟然浑身是伤的飞回来 明明天空界已经恢复和平了 怎么还会有这种事 众人都不禁开始担心起日相 结果刚结完婚的龙马 连洞房花族都来不及受惠 就跟着大伙一起出发寻找日相 众人从天黑找到天亮 终于发现一个像是被洪水淹没过的村子 于是分成A咖族跟B咖族在附近搜寻 A咖族走没多久 马上就遭遇洪水袭击 这水就像是有生命般 不但会追踪猎物还会发动攻击 危急时刻日相出手救了大家 原来他是为了要帮村民逃难 才没过去集合 听说龙马结婚了很是开心 不过表情马上就阴沉了下来 你别见不得人家好嘛 只要肯努力有一天你也可以脱单的 看你全家才见不得人家好 我是担心米水再次破风而出了 原来在三年前 突然从地底冒出来的米水 曾经袭击整个天空界 不但造成重大的灾害 还使一堆百姓流离失所 最后还是因陀罗挺身而出平定的米水 不过也只是暂时将其封印在地底 无法消灭他 没想到如今米水又破风而出了 于是巴布众决定靠自己的力量来摆平 由于米水拥有自主意识 一旦攻击他 很快就能将他吸引过来 秋雅人等人将米水引至一处死胡同的山谷 埋伏在骨口两处的人 等米水完全进入里面 就击落两旁的岩石将骨口给封闭 但这种围堵的方式根本奈何不了他 米水很快就溃蹄而出 众人都忙着逃离的时候 秋雅人突然被水中的黑色光流迷惑 整个人被卷进了水里 在昏迷之际又见到他的好机友凯 凯告诉秋雅人 要用慈悲之心释放光流才能净化米水 于是秋雅人照着凯的意思作 体内泛天之力再度觉醒 放出强大光流 终于将一直困扰天空界的米水 给净化成清水 这下天空界才算真正恢复了和平 可就在秋雅人准备离去时 突然又隐约感觉到有黑色光流的存在 怎么了 修拉头 龙马 你刚刚有看见一道黑影吗 看别瞎说了 是你眼花吧 我要赶快回去洞房了 果然这并不是秋雅人眼花 他想起跟席婆交手时 席婆曾说过的话 黑色光流无所不在 只要是人皆有邪恶之心 想着想着 自己就陷入了纠结 回去后 吉祥天告诉他 刚才自己用水晶球 查看了一下人间界的情况 发现人间界完全没有获得和平 到处还是充满着震恨、杀戮和饥荒 秋雅人认为 一定是天空界还残留着黑色光流 所以人间才无法获得和平 正说着 那股黑色力量又出现 秋雅人赶紧追着那股力量而去 来到森林中 他请求大自然对他诉说一切 没想到发出黑色光流的 竟然就是天空界本身 瞬间 这股黑色光流就将秋雅人给吞噬了 吉祥天担心秋雅人的安危 派出八步众外出寻找 最后和他的工具人丽雅 在山谷发现了黑光流 进入一看是秋雅人身上发出的 秋雅人全身黑色力量开始暴走 还一度差点掐死了吉祥天 好在被吉祥天体内的调和神之力给唤醒 内心陷入交战的秋雅人 意识又来到传说中的天体营 与凯坦诚相对 两人聊了一些对人生完全没什么帮助的废话 大致上就是在告诉大家 人都有黑暗面 想不被黑暗吞噬而走火入魔 除非你老爸是耶稣 不然就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去突破 天空战绩的TV版到此正式的完结 接下来是OVA版的内容 刚开始的画面是在一片灯红酒绿的成人街区 害我一度以为是在看城市猎人 人群中突然出现了极其不协调的小孩嬉闹 仔细看了一下坐在地上之人 竟然是像从伊藤润二漫画中走出来的凯呀 故事就在这样诡异的氛围下开始了 主题曲结束后 画面来到了邱雅人这边 他貌似又回到了人间界 奇怪的是原本的爷爷跟妹妹竟成了他的邻居 对邱雅人的记忆也像是被更改过了 还以为邱雅人的老家是在靖刚 可能是出自于对凯的愧疚 邱雅人一直陪伴在他姐姐美奈的身旁 这天当两人一起外出逛街约会时 突然有人跟邱雅人打招呼 邱雅人一看竟然是旁边正在挖马路的蛋 吓得他赶紧拉着美奈逃离现场 结果半路又遇到正在送外卖的丽雅 以及在路边摆着算命摊的空爷 两人好不容易来到一间咖啡厅战时的歇息 可里面的服务生却是莲华 连正在拍特色片的演员都是日向与龙马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瞎操作 原来是吉祥天感应到了在人间界突然出现一股来历不明的光流 这光流并不是阿修罗神君的黑色光流 所以他才让巴布众到人间界去调查此事 故事回到邱雅人这边 美奈突然说他想去看看海 两人来到海边后 美奈看着海面喃喃自语的说道 凯现在人到底在哪 又在做些什么 听到这番话的邱雅人很是震惊 因为他和凯的存在应该从人世间被消除了才对 为什么美奈还记得凯的事 而自己又不能说凯已经被他吸收成了完全体 邱雅人为此也是十分的苦恼 当晚他就做了一个梦 梦见凯离他而去 最后被阵红光给吞噬 醒来后才发现凯已经脱离了他的身体 从此两人再也无法进行双修了 所以才会有开头凯一人呆若木鸡坐在街上的画面 此时在美奈家中出现一名诡异的黄毛家伙 他称自己为斯克利米尔 关于凯的所有记忆就是他告诉美奈的 每晚八部众都会到丽雅的寿司店报到 众人聚在一起交换一整天调查的心得 可是一项循规盗矩的空爷今天竟然缺席了 散会后已经来到清晨 但一个人走在冷清的街头正在等红灯时 突然看见一个小孩在马路上嬉戏 此时一辆卡车正好迎面而来 但冲上前去想将小孩抱起竟然抱不动 结果就这样被卡车撞飞 这一幕刚好被对面的莲华看见 诡异的是 蛋的身体就这样消失在空中了 隔日 丽雅用羽毛通知众人前来会合 路上日向发现一个长得像凯的人 可是追过去一看 那个人已经消失了 四人来到一处废弃的屋子交谈 什么 蛋凭空消失了 恐怕空爷也是一样啊 不会吧 OVA版空爷也只露过一次脸啊 这简直比某月刊的杀人法还强啊 还不止如此 刚接到丘雅人的电话凯也消失了 凯不是被丘雅人吸收变成完全体了吗 这恐怕是有人专门在针对我们八步众啊 众人意识到不对劲 于是丽雅释放出大量羽毛 先在城市中进行一番搜索 结果羽毛在三处地方侦测到了异状 四人决定兵分三路前往这三地调查 但这分组不知道是以什么当依据啊 最强的日向跟龙马一组 最弱的莲华自己一组啊 龙虎二将来到丽雅羽毛消失的森林 突然遭到敌人袭击 两人一看竟然是直升机跟坦克等现代的武器 这跟神将搭配起来实在有点违和感啊 龙虎二将立刻穿上神甲咒来应战 在龙王火炎戟跟天王降魔钢面前 任凭多先进的武器也瞬间成了废铁 这时两人才发现直升机跟坦克里面 竟然有人类在驾驶 这下竟成了杀人犯了 基于人道主义 两人不得不停止攻击 先在森林里找个地方躲起来 莲华追踪消失的羽毛来到一处地铁 由于逆向而行 还差点跟迎面而来的列车对撞 闪过身后竟然来到一处诡异的空间 于是莲华进入眼前的城堡查看 却在里面发现空也跟蛋已经变成雕像 被摆放在天花板当作装饰 莲华在城堡内转了好几圈 可是不管怎么走 最后都会回到这个雕像的房间 正当她迷惑之时 有个人朝她走了过来 莲华定睛一看 这人竟然跟自己一模一样 而且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才是真的莲华 于是本尊也赶紧穿上神甲皱来应战 而丽娅这边同样也遭遇到麻烦 她来到羽毛消失的地方一无所获 正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休息时 突然有一群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孩向她靠过来 小孩一口气全扑到丽娅身上 令她无法脱身 同伴都身陷危机了 丘雅人到底在干嘛呢 原来自从凯脱离她的身体后 她整天无魂游体像是稻草人 不过人生可比海上的波浪 有时起有时落 美奈突然打来一通电话 告诉她凯已经回到家中 丘雅人立马飞奔来美奈的家 只是眼前的凯一脸憔悴还像诗一般连话都不会讲 这使得怪怪黄毛男斯克利米尔又出现了 并告诉丘雅人她是来抢走凯的 随即双手一挥 场景突然变成一处高地 黄毛轻轻一碰就将丘雅人弹飞出去 于是她赶紧化身成修罗王 你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啊 我是调和神斯克利米尔 打字麻烦的话叫我黄毛就好啊 原来调和神这么廉价谁都可以当啊 不管你是谁 就想阻止我吸收凯成为完全体啊 说吧 丘雅人口念真言身体一分为三 组成一个三角形的法阵 此乃她的新必杀技修罗横和拳 此招的威能虽然强大 但还是被黄毛闪过并遭到反杀 黄毛走到凯的身边想带走她 可没想到美奈也是天空战技界的护地狂魔 她坚定了眼神令黄毛却步 最后留下一句我还会再来后 黄毛竟然就直接离开了 虽然暂时保住了凯 但她的身体非常虚弱 好消息是凯终于清醒了过来 也记得丘雅人的名字 两人才沉浸在这喜悦之中没多久 房间内的小丑人偶竟然就自己动了起来 想也知道这一定又是黄毛搞的鬼啊 她使用术法让丘雅人看见龙虎二将的情形 由于无法对人类开杀 两人只能在森林中到处躲避敌人追击 嘿嘿 你不去救他们的话 这两人就要GG了 可恶啊 这分明是为了将凯引出我身体的圈套啊 看 你竟然把我法国买的人偶弄坏 丘雅人 你快去吧 你就放心去吧 反正你在这里也是马上被秒杀 听完姐弟俩的话 丘雅人立即驱车赶往解救日向他们 此时的龙虎二将正躲在一处洞穴内 但也立刻被追兵发现 为了保护龙马 日向遭到一名士兵用刺刀刺中胸口 愤怒的龙马也不管什么人权组织了 直接一脚干翻这些士兵 这才发现原来这些士兵都是一群腐尸啊 对方只是利用他们不愿杀人的弱点来攻击 真相大白后 龙马也不再留守了 直接使出OVA版的新招龙王爆炎级 将长矛射向空中 借由太阳之力引爆 一招强大范围AOE瞬间秒掉所有军队 有台没死透的坦克还想做最后反击 日向也瞬间着装 使出他的新招天王灭魔缸破坏掉坦克 敌人都消灭掉了丘雅人这才赶到 然而这时 远处有一辆飞弹装甲车 朝两人发射大量导弹 龙虎二将就这样在丘雅人面前灰飞烟灭了 另一方面 莲华正和自己的复制人打得难分难解 无论他使出什么样的招式 对手都能立即学会并加以应用 突然眼前一亮 莲华发现 天花板的雕像又增加了龙马和日向 他这才意识到 原来敌人的目的是想将八部众 全部封印在这座宫殿里 而丽雅同样无法脱身 由于他不忍心对小孩子出手 导致自己陷入了危机 在天界的吉祥天 似乎也感应到八部众有难 他来到一间冥想室 想查看人间界的情况 却意外地发现 除了自己外 竟然还有另一位调和神 于是他决定前往人间界 帮助丘雅仁他们 此时的丘雅仁 还在为龙虎二将的事 在森林里大发雷霆 问候黄毛的老木 突然吉祥天就出现在他面前 吉祥天告诉丘雅仁 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原来人间界还有另一个调和神黄毛 他的目的是为了找到创造神 并利用创造神来创造出一个新的宇宙 而丘雅仁和凯 作为创造神梵天的继承人 首当其冲的就成为黄毛的目标 但令丘雅仁不解的是 只有他和凯合体双修 才能变成创造神 为何黄毛还要将他们两人分离 与此同时 陷入小孩地狱的丽雅 也感觉到吉祥天降临到了人间界 于是奋力将这群孩子给弹开 没想到小孩落地之后 统统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只 从地底钻出的怪物 这下丽雅反倒没什么顾忌 直接穿上神甲咒 一招加揉罗易吹雪 干掉怪物 刚放松戒心的丽雅 却被自己的一根羽毛贯穿背部而倒下 原来是黄毛不讲武德偷袭了他 随后丽雅也乖乖地去神殿报到 在吉祥天的引导下 丘雅仁终于找到黄毛宫殿的位置 不过因为吉祥天的分身 只能短暂离开天空界 身体越来越虚弱了他 在替丘雅仁打开通往神殿的通道后 分身就历劫地消失在人间界 此时在神殿中 莲华依然还在跟自己的复制人缠斗 再这样下去即将演变成千日战争 莲华突然说自己有复制人没有的东西 就是动漫界最高奥义友情 在动漫界只要打出狗屁友情牌 管你是人类还是蟑螂 都能把神拿在地上踩 最后莲华就靠这招打败了复制人 但自己也筋疲力尽消失在丘雅仁手中 成为天花板上最后的雕像 一切的拼图都完成后 黄毛也现身了 他告诉丘雅仁 要创造新宇宙并不难 只要调和神和创造神同心协力即可 但他也明白丘雅仁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于是黄毛计划制造出一位 能与他携手合作的新创造神 先将凯从丘雅仁身体里抽出 再找另一个拥有创造神因子的人与凯结合 而这个拥有神因子的人竟然就是美奈 花了发 我到底看了什么啊 本来男男合体双修已经够劲爆了 这下变成姐弟合体双修 我都不知道这部影片能不能通过审核了 一切万事都具备后 只要再加上八部众作为无名神的献祭 新的创造神就会诞生 丘雅仁当然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 于是立即着装使出了修罗金刚魔破拳 可是卑鄙的黄毛竟然用美奈来当挡箭牌 还说这一切都是美奈自愿的 和自己的弟弟合而为一是他最大的愿望 将凯从丘雅仁身体抽离的人也是美奈 他已经从护地狂魔晋升为炼地狂魔了 简直一派胡言啊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咦 我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我为什么要创造新宇宙啊 没想到丘雅仁无心的一句话 竟成了破案关键 黄毛就像尸魂落魄一样眼神迷惘 没想到下一秒 黄毛竟然被美奈子的影子给吸收掉了 凯是属于我的 我要跟凯何而为一创造出新宇宙 我...我...我不要啊 咦 为什么无名神消失了 凯你怎么穿着衣服呢 这样要怎么双消啊 此时被封印的八部众也恢复了原状 六人联手朝美奈发出一击 没想到丘雅仁突然挺身挡下了这击 就在一阵强光过后 丘雅仁 凯和美奈全都消失不见 原来丘雅仁为了保护美奈 将他们转移到另一处精神空间 现在只能让他们三个自己瞧事情了 而在精神空间里 美奈执意要创造新宇宙 夜叉王为了保护心爱的修罗王 不惜对自己的姐姐刀剑相向 最后他终于明白 原来黄毛是姐姐的潜意识创造出来的怪物 他慢慢的成行 到头来却反过来利用本体 如今自己只能亲手埋葬掉姐姐了 说吧 两人便开始交起手来 见到这种姐弟相残的戏码 丘雅仁大叫一声后 制造出一个屏障将两人隔开 可是美奈不愿弟弟离开自己的深沉执念 竟让他不顾划破手指也要撕开屏障 修罗王见状口念真言 将美奈心中那犹如恶魔般的阴影消除 当姐弟俩再次醒来时 发现身在一处海边的沙滩 两人对之前的事已经完全不记得 在远处的丘雅仁手上捧着一处光芒 口中说道 凯 我们回到天空界吧 最后也跟圣斗士一样 留下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个人是认为秋雅仁应该是将凯的肉身 留在人间界陪姐姐 自己则带着一小部分的灵魂回去 至此天空战绩OVA的故事也到此结束 这部OVA说真的 没有大家想看的那种 一对一的热血战斗 甚至敌人的甲咒都懒得设定 干脆就直接将时空背景转移到人间 可是这种聚焦在人心黑暗面的风格 实在不适合用在这种纯看爽战斗的动漫 有点像圣斗士天界篇续奏搞错重点 所以才让天空战绩这IP正式走进坟墓 今天内容就介绍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们频道内容 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分享 也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超级感谢 请大叔喝杯凉茶 你们每次的收看 对我们都是极大的肯定 风动漫礼拜一跟三 推出的都是圣斗士系列 礼拜六则是80年代怀旧系列 还有有台热血军礼拜五的机器人系列 所以一个礼拜通常可以看到四部影片哦 只要大叔我不脱根的话 另外我的新频道 不负责任风电玩也开了 以后游戏类影片都会放在这边 请大家帮忙订阅一下 连结我会放在下方 还有很多很变态的RTG攻略法 以后将会一一分享给大家 另外喜欢听鬼故事 或一些超自然力量的故事 我们也推出了新频道 不负责任询问报 由我们可爱的妹妹大一来说给大家听 请朋友们帮新人妹妹订阅分享一下 不负责任风动漫 我们下集再见